這個模擬紫骰子 我們就是真的跑一萬次 跑一萬次之後再去 這個統計它的總次數 那總次數當然就是一萬次 再看它彼此之間 總 count 數 所以說這地方呢 我們就必須要宣告 幾個變數 第一個就假設 一個變數是取得乱數的 這個變數是 IP 另外一個叫 i count 宣告它有 給它一個 int 的七個空間 存放這個 骰子部分 再來呢我這個地方 一個死 是一個訊息 那跑一個回圈 這個回圈呢 初始值就從一開始 那一到一萬次 那累加 接下來我就直接分等 那這部分是一樣的 1到6 亂數自動產生1到6之間的這個亂數 那亂數產生之後呢 我就去做一個 count 那 count 部分的話呢就是 看是哪一個 這地方 比如說是 就是 加等於1 那這地方的話就是說 看是 它產生的這個亂數 值為多少 多少之後的話 那假設這個地方是 回傳回來是1的話 那就是再加1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透過什麼呢 透過直接 因為回傳回來的 IP值一定是1到6嘛對不對 那1到6就有點像 我這個陣列有6個空間 這個地方 假設有7個空間 其實只要6個空間就可以了 這個值可以改成6 那也就是說呢 我是針對 有點像放 放進籃子裡一樣 比如說我今天是 產生是1的話 那我就直接怎麼樣呢 直接在 在1 不對齁 因為我這邊是 也還叫7啦 因為我等於是 第一個沒有用到 第一個沒有用到 所以這個地方是 沒有用到 那也就是說我今天是1的話 我就放進這個1 加1就對了 那如果是2的話呢 我就再2加 再加1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 icons的這個陣列 就會不斷在累加累加 加完之後呢 最後就會秀出一個 message 那我們這個地方 一個S就是 這個字串 秀出來的字串 最後呢 就把這個結果秀出來 秀出來之後呢 就是它的一個結果 那這個地方 是它沒有排序的 不過呢 接下來就是 比較難的部分就是 你怎麼樣 可以讓這個排序 排完序之後呢 前面的點數呢 又可以跟著動 因為如果說你今天好了 假如你直接 增加一個什麼 array的這個sort 把它直接 做排序 再秀出來的話 那可是這個已經 不是原來的點數了 因為你 你會發現 一定從小 這個位置 應該是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 先排序 再輸出 順序的話 放錯 它就等於是 只有輸出之後 排序 那沒有用 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再來一次 這個部分呢 就是排序的 沒錯 由小到大 那如果今天呢 我希望的是 就是 一樣是排序過 可是前面的點數 也要跟著改變 比如說我今天是6 6應該是最少 那就應該這個 要隨著這個點數去做 跟著對應 對跟著對應 否則這個點數永遠都是 第一點是最少的 那這部分呢 怎麼做呢 其實 這你可以思考看看 方法很多啦 你可以甚至用那個 binary search也可以啊 比如說你 search 但是你就變成說 你要把這個 正列裡面的 紙先儲存起來 然後再跟 排序之後做比對 那位置比對好之後 再給它新的這個順序 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知道說 它原來的 位置是在哪裡 這個地方 可以思考看 那方法很多啦 不只一種方式 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你們可以試試看 那這個程式呢 比較會有問題的 其實應該 前面我想正列應該沒有 主要是這個7喔 那因為我們第一個空間不用 所以呢 這邊會有7個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6個的話 就變成說你這邊的順序 這個應該是 這個值 有一個部分要做調整 再看一下 那這邊就是從1到1萬 然後加加 然後一個回圈 那取得一個 取得一個變 亂數之後呢 再丟給這個正列 給這個正列 而瑞去做儲存 儲存再加1 加完之後呢 那這個部分 怎麼去做排序 我想這個位置 可以再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 它應該放在哪裡 然後呢 可以讓那個點數 也可以跟著它排序之後 照它原來的位置放 那最後就把它秀出來 紙骰值1萬次 各出現次數幾次 次數各幾次 然後這邊的話 就把結果秀出來 秀出來就是1到6 然後把這個結果把它輸出 秀出來的話呢 就是這個的結果 並且秀在什麼呢 秀Message dialogue 在Dialog底下 那這部分的話 我想 也思考看看 這個地方 怎麼樣做排序 並且又可以維持 它原來點數的位置 好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對嗎 對嗎 對嗎